你好 欢迎来到关系攻略 本周咱们的关键词是态度 今天带给你的主题是 为什么天下有这么多心口不一的人 咱们先来说说 态度这个词呢 它的含义非常丰富 事实上啊 这个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用法 第一种指的是 对人和事物相关的信念和感受 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倾向 比如像这样 最近我的领导对我的态度改变了 你妻子对你提离婚的态度如何啊 第二种用法 则被收得足够小 主要就是对某人或者某事 做反应时的语气 比如像这样用 对不起啊 刚才我态度不好 你看你这什么态度 我们呢 可以把前一种态度叫做大态度 也就是战略态度 后一种的态度呢 叫做小态度 也就是战术态度 那第一个小节 咱们就来说一说 大态度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早期 对大态度的研究是核心部分 因为那个时候的心理学家 渴望着预测人群 服务于选举等各种活动 研究态度有什么用呢 就是为了通过某人 对某事的态度 而预测一个人的行为 这件事看起来太有用了 如果我们预先知道了 一个人对某件事的看法 那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行为 那我们就能够 预判别人的每一步棋了 给老板一个问卷 问他对劳动法和员工福利的看法 就可以躲开不签合同的老板 给男朋友一个问卷 询问他对忠诚和顾家的看法 就可以躲开出轨的老公 给面试对象一个问卷 询问他对勤奋的看法 就可以躲开迟到早退 和不负责任的员工 那问题就在于 人们一直到了1969年才明白 这种测试根本就不靠谱 社会心理学家 艾伦威克在那一年 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 人们表现出来的态度 很难预测 他们的各种行为 他发现 学生对作弊的看法 和他们实际上 是否作弊 没有关系 对教堂的态度 和去不去做礼拜 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 天气好不好 才是关键 发现了吗 真相很残酷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是心口不一的人 其实呢 如果你给一个 暴饮暴食的人 一个关于饮食健康的问卷 他可以填得很好 大多数言民 都理解吸烟有害健康 只有小朋友 才会坚持 让自己的行动和态度一致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庭聚会上 孩子们会尖叫着举报 妈妈 老爷又抽烟了 成年人的思维 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 一个人嘴上 可能会特别厌恶 在公共场合抽烟这件事 但是 在自己的长辈 领导抽烟的时候 往往选择不反应 这不同于 对大金链子的 社会哥的那种畏惧 而是认为亲近的人 可以有一点例外 那这个心口不一的发现 就证明了 1960年代初 还特别走红的 态度决定行为 态度决定一切 都是不对的 态度就是态度 使我们表现出来 标榜自己 态度什么都决定不了 只有极其特定的 一些问题上 态度和行为 呈现高度一致的倾向 比如 要不要使用安全套 和要不要进行 垃圾分类回收 那第二个小节 咱们就说一说 态度为什么会 什么都决定不了 在关系攻略当中 我经常会遇到 这样的留言 熊老师 我今年32岁了 现在在一个县城工作 县城的机会很少 我看着我的同事们 也觉得他们眼界很狭窄 我不甘心 就在这里度过一生 我想去北京打拼一下 希望您能帮我做决定 对大多数这样的留言 我的回复都有一点残酷 如果只是想想的话 那就只能想想了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自己的生活 建议现在就去北京 找工作机会 如果你问我 北京的一个机会 和县城县有的工作哪个好 那你就是玩真的了 现在还只是一个想法的话 最好就老老实实的 过好现在的生活比较好 这个回答不是我拍脑的 想出来的道理 其实这就是态度到行动的 一个全过程 我们刚才说 态度不能决定行为 态度更不能决定一切 态度必须要经过很多种因素 才会变成行为 一个县城工作的人 如果要去北京发展 至少需要这几个条件 第一 对行为的态度 也就是 我不甘心在这样的县城里老去 第二 主观标准 类似这样 我认识的邻居某某也去了 而且在那里找到了不错的工作 第三 可控性 比如 我的英语不错 还有会计证 应该能找到工作 这三个条件会出现行为意向 也就是说 我下周去北京参加面试 然后 才会有去北京工作 这个行为出现 所以我说的 如果你只是想想 就是停留在 对行为的态度上 仅仅有这个 是无法来到北京的 事实上 想去北京打拼的你 可能面临着妈妈的眼泪 妻子的埋怨 女儿的哭泣 二姑没头没脑的劝说 有些人最终做了 符合自己态度的选择 不是因为 他们有超级强悍的意志 而是因为 他们的掣肘和羁绊 比你要少 很少有人 能够一个人 对抗整个家族 有的时候我们说 要想翻墙 先把包扔到墙里面去 其实就是 加强自己的行为意向 促进自己马上行动 如果用一个古老的词汇 来形容这件事 就是 知意行难 第三个部分 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利用态度 让我们更强大 态度本身 不会决定我们的行为 但是 我们确实是 可以利用态度的 关于态度 我这里列举了 一个小清单 我们可以让态度 变成我们的好工具 第一个小工具 可以习惯成自然 日本人学英语 很困难 和中国人的课本差不多 也有 How are you? Fine,Thank you and do 日本人跑到美国发现 美国人根本就不这么打招呼 而是随意的多 砰一声摔倒了 眼泪都出来了 美国人问 How are you? 日本人也会忍不住 回答Fine 这就是习惯 对某事有高度的认可 会形成习惯 以后就不会再纠结了 就好像 有系安全带习惯的人 上车非常自然的 就会把自己捆在座位上 他不需要再去想 自己对行车安全的态度了 那类似的 回绝饮酒和吸烟 也能够通过 认可和习惯来做到 运动和健身 一旦形成了习惯 就可以受益终身 第二个工具 尽量三思而后行 我之前曾经提到过 很多事情 尤其是涉及 自己利益的事情 不要着急做回答 要争取一个 深思熟虑的机会 认真考虑一件事 是对对方提议 最大的尊重 深思熟虑 会让你不会在 冲动之下做出选择 你做出的 往往是符合 自己态度的选择 或者是 不符合自己的态度 但是对自己 利益有益的策略 此外 如果给你提议的人 是特别美丽 或者你喜欢的人 脱离他之后 再做决定 一定是更加明智的 第三个工具 善用 我一直很欣赏你 展示态度 可以拉近 和别人的关系 也可以用来套路别人 展示自己 对别人的正面态度 是最好的 拉拢别人的手段 这种展示 可以针对人 也可以针对事 能说出 对方的优点 效率更高 在天龙八部里 乔峰遭到了属下的背叛之后 挨个原谅他手下的几个长老 他能够说得出 每个人当年做的最露脸的事 如果你对对方不够熟悉 是可以称赞对方人的 就算是见第一面 跟对方没有说过话 一样可以欣赏对方 比如 《红楼梦》里贾宝玉 看见林黛玉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个妹妹 我见过的 第四个工具 善用 你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一直很欣赏你 是我一贯重视和你的关系 但有时候 大家的初次见面 或者过往经历不够愉快 这个时候 如果要暴露自己的态度 就要用 你改变了我的想法 这句话 其实描绘的是 自己对对方态度的转变 转变态度 其实是天下很难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怎么怎么样 但是你改变了我的看法 我真的被你说服了 这种话 不是向对方认怂 相反 这是称赞对方的一种方式 这四点非常好用 最好是勤家练习 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 各有侧重 比如 上级套路下属 鹰派对付鸽派 显然 我一直很欣赏你 很有力道 而鸽派套路鹰派的时候 我被你说服了 则是一个体面的转身 习惯成自然和三思而后行 一个能减少你的内心损耗 一个则给你争取喘息的机会 基本上有这四招 你就可以把态度贯彻在自己的行为上了 再来看一个第五招 这是一个进阶技能 第五招叫做 昨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我们有的时候 看见冲突的人和解 遇见这种表达 昨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等等 为什么态度不好 态度不是对这个人的看法吗 对了 这个态度讲的就是小态度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 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不过昨天我不应该那么粗暴 我的语气作词过分了 请原谅 其实我们应该战斗的更体面 所以当你听见 某甲对某乙道歉的时候 不说自己错了 而是说自己态度不好 你就要明白了 他们的恩怨其实没有解决 以后早晚还有一战 要记得回去做一个笔记 标记他俩的关系 以后避免卷进去 第四部分我们说一说 如何隐藏自己的态度 一些场合 明确自己的态度是对的 比如 如果你是部门的负责人 有些态度是要明确的 我最恨没有本事 每天拍马屁的人 当然这话是给业务骨干听的 但是任何时候 都可以隐藏自己的态度 隐藏态度的方法 有以下几种 都很好用 第一 不做明确的表态 隐藏自己的态度 在职场上可以更加安全 尤其是在一个 局势不明朗的时刻 第二 理智是隐藏自己的态度的 好工具 关键不在于我怎么想 而是我们怎么去 高效地应对这件事 这是用谈论胜算的办法 去隐藏自己的态度 第三 集体和理想 也能够很好地 隐藏自己的态度 我们是一个团队 团队的利益来看 我一直想着做一件事 第四 用小态度来掩饰自己的大态度 这一点很多人都在用 非常有效 就是如果谁 其实真正在威胁自己 就要对对方格外客气 我们有时候说 某人是笑面虎 这个就是隐藏自己的态度的达人 不要为隐藏自己态度纠结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心口不一 正是心口不一 造就了我们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如果人类像刘思心笔下的三体人一样 彼此思维透明 那人类就没有想象力可言 更没有政治学 社会学 艺术和文学了 心口不一 隐藏自己的态度 没有任何罪恶可言 事实上 它是成长和成熟的标志 它呢 就像是日记本上 那个防备父母的小索 就像是长出的猴结 和蒙起的乳房 它非常自然 不要去害怕遮掩 不要用它来折磨自己 有的人可能是二十岁 会经历这种成长 有的人可能是三十岁 四十岁 我们终将迎来这一天 所以当我们发现 自己在隐藏自己的思维的时候 不要惊慌 权力的游戏开始了 一起起舞吧 最后 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 第一 一个人表达出来的态度本身 可能就经过了修饰 第二 即使态度是真实的 对方的行为 可能会完全和态度不同 第三 与其听一个人怎么说 不如看他怎么做 这就是按照大利益来行事 第四 修饰自己的态度并不可耻 用这种套路去伤害别人 才是不对的 第五 大多数的人都会心口不一 不要苛责 也不要用这件事 折磨自己 好了 以上就是关系攻略 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使用态度 隐藏态度的心得 欢迎分享给广大的关系库同学 如果你见过哪些态度达人 也欢迎写下他的故事 给我们分享 好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